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过几天把上面那个铁皮房子 下面打野水泥去 你倒是搬到上面去住了 这里的鱼都挡不住鱼了 鱼又不要看 鱼又不要看都跑不掉了 能够活得好一点吗 我记得那边有一点钱 钱又不用看了 钱没关系的 像以前这个桥又挂到鱼 过不去啊 我过不去 田都不用看 那边的话也静啊 那上面也看得到田 我就是那边也看得到 上面也看得到 我说你搬到上面是更好一点 这里空气也好 这里不好住啊 归到鱼啊 我现在只要方方过去的 现在打算没有全部来中骨子 给我鸡放在那里 我这个花椎就打算了 上面不住了 全部拿来中骨子啊 不是 我上面全部都没有中骨子了 你说以后要全部拿来中骨子啊 是说明明明要全部 那些要中鞋就不住了 我说叫你搬上去了 你还更想住在这里啊 不是住 那边是要 里面要搞这儿 以后我就放骨子了 那个老鼠都不住了 它从下面打不动 那你现在还不想住上面去啊 没有 没搞好 没搞好到时候我会帮你搞啊 前段时间不忙 没进来 但是最近对面那边还在帮我买的 今天帮我买50张还不够 买50张这个啊 买50张 这铁皮啊 嗯 这么多多买来 我也在上面再盖一层 在以前就不够了 你还要盖这里啊 不是 这再盖一层 在以前就不够了 再盖一层 不是 你到时候不要 给你买的被子还没拿来睡 嗯 给你买的被子还没拿来睡 被子还没拿来 给你搞好 不给放出来 像我们上面找好 我搞好 可以 老人家现在还是住在这里 这里现在周围全部都长满了杂草 也没有路 都很难走进来了 而且一下雨的话 这地下就会积水 实在是不适合住人了 之前有一位的好心人 给老人家在上面那个田那里 盖了一个铁壁房子 本来我们说好 做完手干的话 就来帮老人家收拾出来 让他帮上去住的 后面因为一直忙足生 也一直没空过来 今天看到老人家这种情况 我们明天就来帮他收拾一下 今天就先回去 明天带上工具的话 早点过来吧